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是我们人文科学讲座 第二章的24讲 这一讲好像是没完没了 那今天主要是要介绍 这一篇文章 这是我写的 有关于 美军废枝绝楼号碰撞事故 探讨BRM训练的缺失 这主要是 利用第三方人士 也就是G-Captain的创始者 他的论点 来谈论一下 B-JAS台资源管理训练的缺失 这个事件的发生 是在2017年 去年的6月17号 凌晨的2点30分 这个美军呢 与菲律宾的商船 ACX Crystal相撞 美军废枝结弱号 有三处进水 多人受伤 七人死亡 随后呢 返回横须赫港 是美军的军港 在日本出界的 然后该船的驱逐舰指挥官呢 Benson 在意外中受伤 在意外中受伤 结果呢 被直升机呢 调走 回去挤救 那这个事情呢 那这个事情呢 讲起来呢 非常玄啊 那各位呢 看看碰撞图 大概就知道了 这个 ACX Crystal呢 这个X Crystal吧 它报告的碰撞时间 是2点20分 那可是呢 日本人认定 是1点半 到2点半之间 发生碰撞 那我们再看看呢 碰撞的部位 这个在下面 由西往东走的呢 这条红色的航线 就是X Crystal的轨迹 美军废枝结弱号 航向是190 是从北边往南边走 所以如果碰撞点 是在1点半的话 照讲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右边 X Crystal的右边呢 去撞到 废枝结弱号的 左边 那结果呢 X Crystal 碰撞点呢 不是在右边 是在左边 那相对的呢 再看呢 这个 这张船头的照片 很明显呢 是右船头的 撕裂伤 不是左船头的 撕裂伤 那再看呢 废枝结弱号 是右边船中 这个驾驶台的部位呢 被撞破了 那我们看这铁板呢 是由后往前面堆积的 所以呢 碰撞点 是 X Crystal 报告的 2点半 不是日本人 宣称的 1点半 那所以呢 为什么 X Crystal呢 在海上面 绕来绕去 最后呢 把人家舰长的 腿都撞断掉了 所以这个中间呢 就有些是阴谋论 那 事实上呢 案发以后呢 有些单位呢 公布了 这个 这个 X Crystal的 AIS轨迹 可是 废枝结弱号的轨迹呢 却是不在 这个 AIS的 监控范围之内 可能是没有开吧 好 这个事件的经过呢 我们就不提了 各位呢 可以看看文字说明 或者呢 去找找相关的报道 那事情发生以后呢 很快 这个 G Captain的 这个主笔啊 就是 作者群之一 John Conrad 就呢 写了一篇文章 那 嘲笑呢 这些 军队的训练 那他首先呢 讲了一个冷笑话 就是 船员为了取得 四任证书 经常呢 对国际 避碰规则呢 用呢 一些口诀来帮忙记忆 像是呢 红加绿是帆船 就是红灯 在绿灯上面 是代表帆船 红加红呢 是船长 红加红就是 如果呢 看到一条船 点两掌红灯 就表示呢 这条船是操纵失灵 等于是呢 无人驾驶 拥有呢 最高的路权 其他的船都要让路 但是呢 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 那就是呢 如果呢 你看到灰色船壳的船呢 你呢 最好呢 尾巴夹得 伸圆一点 因为这些人呢 是横冲直撞 是不会让路的 那以前更久呢 还有一个笑话 就是说呢 有一条军舰呢 在做舰队运动 然后忽然就有个无线电呢 叫他说 不要朝我的方向开过来 你会危险 你需要改变方向 他说 我们呢 我是哪一国的军舰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呢 我们呢 不会让路 请你赶快让出方向 那最后呢 这个人呢 就跟他讲 对不起 我们是 灯塔 如果你要 硬是开过来的话呢 你就可能呢 会触礁沉默 所以说 有时候呢 军队的人员呢 会有点什么 会 有点这个 公权力的 傲慢 却不能了解 真正的问题 所在 是在哪里 由这个冷笑话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呢 一般商船的船员呢 对于军舰的不信任 当然呢 海军呢 他开在海上 有时候是做舰队运动 所以呢 要求保持一定的队形 所以呢 经常会发些演习的通告 造成他呢 军令不得不从 所以有时候呢 没办法呢 遵照避碰规则的要求 来做避让 或是操作 但是 在非演习期间 对于基本的避碰 居然呢 缺乏能力解决 倒是令外界呢 所大为不解 那军舰呢 就是 驾驶台资源管理的 滥伤 因为呢 美军 认为呢 人多好办事 那我们看看呢 这个 Captain John 他呢 提到呢 这个事件给他的几个看法 第一个是通讯的失败 看的目标 直接沟通 船长对船长 是避免碰撞的最有效手段 当然这个是美国人的想法 因为呢 美国的纽约 巴尔迪摩 卡里斯顿 密西西比尔的 休斯顿 这些呢 都是什么 是 内核航道 所以 美国很大一部分的 航海家呢 是临港的 饮水 是在内核航行 内核航行就是一个萝卜 一个坑 航道里面呢 南来北往的船只 一条接一条 不会有两条船呢 并行在航道里面 航行 就好像这个图上呢 密西西比河呢 一条条船排的 在这边航行 有时候呢 航道更为狭窄 那船只呢 之间拉的距离呢 也就越宽 那事实上呢 他讲说呢 在航行的时候 利用通讯的手段 来避免碰撞 几乎呢 只适合在 美国的内核里面 因为呢 这个 都是美国人 内核航行权嘛 外国船呢 很少进到美国水域 而且呢 就是航道的限制 那在英国船上 其实呢 英国的航海传统 是不鼓励大家用VHF 做避碰的手段 因为 你永远不知道呢 在电话的另外一头 到底是谁在跟你回答 那加上呢 国际海运船员的数值呢 撑吃不齐 所以不鼓励用呢 VHF来作为避碰的手段 那 接下来呢 我们看他说些什么 他说用VHF避碰呢 是有效的手段 但是呢 在海军的船上呢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那不管怎么样 自动避碰雷达 或者自动识别系统 以及驾驶台的 e-navigation e航的进展 避免碰撞三个最重要的工具 是船长的眼睛 舌头跟耳朵 那这个呢 就跟我一样了 是老派的 重视呢 目测 跟通讯 在碰撞之前呢 两艘船之间 是否有VHF联络 为什么呢 废支解落号船长 在驻舱里 而不是在驾驶台上面 往船外瞭望 所以这个大哥呢 就是又脱节了 对不对 去过日本水域的 对那边满天星斗 满海面都是船 比西门丁的计程车还要多 就知道为什么船长不可能呢 永远守在驾驶台 因为根本呢 就是来来往往 永远没得完 他也是需要休息 他不是铁人 然后他是否关切或监控VHF对话 除非他不要睡觉 集中的机会议中的机会 如果不是 那这个无限电士官呢 是否能够耐心倾听 并且能够简单的讲 这个我们说呢 这个士官当值不利 造成碰撞 美国的任何一条军舰的士官都要学校教育 然后呢在船上要见习到五年的时间啊 才会让他呢 独当一面 所以呢训练不可以说是什么 不严格 但是呢猫一套狗一套 对不对 腰动腰 拐动拐 这个谁知道是拐什么腰什么 对不对 八三腰 军队的术语跟民间的术语呢 不一定是相通的 所以呢造成呢 这些士兵呢 要跟外界沟通呢 也是会产生相对的困难 好 第二点呢 是分工太细 导致呢 指挥者失去了基本的能力 在避免碰撞的时刻呢 商船的船长 除了呢 有舵工帮忙操舵 要用手操舵 自喜呢 必须做所有的事情 那在一名船父的帮助之下 那经常呢 还要看三副的能力够不够 他必须呢 自己观测雷达 跟AIS 然后呢 对附近船只的动向呢 做出估计 跟持续的观测 还要跟机舱呢 去联络 向外呢 他船有VHF呼叫的时候 他要跟他通话 并呢 下达舵令跟车令 但是在海军的军舰上呢 这些工作都是由一小队士兵执行的 那这些呢 经常是航海士广长 通信士广长 舰炮指挥官 反正呢 这个CIC啊 就是 Countback Information Center 战情中心 里面呢 最少有七个军官 五个士官 十二个人呢 在驾驶台 那这些呢 是在作战的部署 那可是呢 等到遇到呢 在一般海面上的航行的时候 这种呢 跌床驾屋的指挥架构呢 就没有办法 能够及时的反应 那等于是呢 三个和尚呢 挑水 大家都没有水可以喝 这是最讽刺的事情 看看照片呢 才知道什么叫做 不到北京呢 不知道官小 四条干 在船上呢 还要靠边站 长官呢 是很多的 那这个就是呢 军舰 那后面呢 一堆人影重重 对不对 实际上呢 可能就是呢 被多 兵分啊 准备太多东西 那实际上 关键的东西 很容易就什么 分心了 好 那我们下一讲 继续 对不起 对不起